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人和机器的矛盾也许就会出来 今天已经有人在制造业提了 所谓无人工厂 然后是机器换人 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回过去看 人和机器的关系其实一直不错 我们说我们的汽车 它也能够载着我们飞快地奔跑 那如果今后 我们的自动驾驶技术上去以后 那么它就可以替代人 我们就可以非常轻松地出行 我们很享受这样一种生活 我们在看电脑 我记得那个是我刚工作吧 85年 这个包罗年龄人 刚才讲到全是年轻人 那当时我们拿它来打文档 画图 那就替代了我们当时那些复写子 还有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描图子 透明的 我想很多年轻人可能都没见过这个东西 所以当时有人就发感慨说 这样的机器出现 会不会造成一些失业 我们圆了那些打字员 我们圆了那些苗头员 他们的出路在哪 当然最后这拨人都很成功地转了型 成为了电脑的录录员 成为了那个复印员等等 当然这些工作今天也已经见不着了 为什么 因为它太简单了 那么我们今天可以看见很多智能的机器 特别是机器人 在我们公益领域 已经在替代我们能干那些 脏活 苦活 累活 那么被替代那些工人也很享受 那么他就转了岗 有的甚至离开了我们的这个 制造业 去了第三产业 那些老板也非常开心啊 因为这个东西他是不用吃饭 不用睡觉 我给他通个电 他就能一直干活 而且又快又好 所以这几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见 尽管我们现在非常享受 但是机器在越来越聪明 对吧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看见了 我们看见还是现在 那未来呢 我们可以 这种想象可能是无限的 如果越来越聪明 再加上它无处不在的时候 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 我们可以看 去年刚才也讲到阿发购 去年差不多是全球的顶级的危机高手 穷乌一个阿发购 结果是什么 人类惨败 所以我们会带来一丝的忧虑 还有一丝什么 焦虑 怎么办 今年六月份 美国又举行了一场 人类和机器 智能机器的一个辩论 结果说 打平 大家注意啊 我去打听了一下 这个裁判是我们人类 所以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我们再回过来看我们自己 今天我们身处一个 所谓知识暴杂的时代 信息化社会 那么我们说 人类的知识总量 我们要把它翻个倍的话 在两半年以前 我们大概需要五十年的时间 那么到了今天 要多少天呢 已经被缩短了 超过八十天 所以相对这种 知识的爆炸来讲 我们人类的知识 我们每个人的知识 这种占有 实际上是在 越来越缩小 越来越渺小 你在看技术的发展 同样的 我们的技能 相对于未来的智能机器来讲 我们也是在 越来越缩小 越来越渺小 所以这就形成一个对比 一方面是 越来越强大的智能机器 一方面是 越来越渺小的人类 所以 这个怎么去考虑呢 当然我们说 不用担心 我们能力是有脑子的 我们需要去思考 那么 我们需要看 事物的力量 我们说 技术发展 到了今天 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 那么这种变化 给我们的社会 给我们制造业 给我们人类社会 到底带来了什么 我们说 好多年以前 人类的交通技术 通讯技术 把我们的地球 变成了一个地球村 那么今天 我们的高速网络 又为我们担了什么 我们说利用网络 我们远在天面的人 可以面对面的交流 心灵的交流 所以 它就改变了一种 社会的一种形态 那么在这样的交流中间 实际上 我们说 在现代社会 网络社会 隐私是一个伪命题 所以我在想 怎么去描述 这么一个社会 以前我们叫地球村 我想了一个名词 不知道恰当不恰当 我想也许 可以把这个地球 形容成为一个地球兆堂 因为在中间 我们大家都在 沐浴的灵魂 已经是面对面 没有那个距离了 那么既然 如果这个概念成立的话 那么我们 制造业 也应该有新的 一个技术内容 那么我们 过来看制造业 我们说今天 因为地球兆堂 因为人类之间的 交流距离的消失 我们是在用心灵去 交互 所以我们的供应商 和我们的客户之间 他的这种配对 这种匹配的 寻求的方式 就会变化 举个例子 我们网购 刚才也讲到网购 那么我们看网购时候 我们都会看 它的点评 对吧 它的信誉 它产品的一些性能 这实际上在讲什么 实际上 你也是在了解 这个卖家的一种心灵 他对这种认识 实际上是一种 很深层的心灵交流 然后你 熟着一点 东西就买下了 通过物联网 就给你送到了家里 这是一种形态 所以说我们说 我们的智能之道 今后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特征 就是所谓的 叫双向定制 在茫茫的海中间 我们可以快速定位 找到跟我心灵相通的 买家和卖家 我们合作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特征 那么还有一个 什么问题出来呢 制造的组织者 他也可以 运用同样的技术 去挤具全球 他最合适的资源 不一定是最优质源 是最合适的资源 去组织生产 那么这样一种 全球组织的 因为我们说前面 这个产品 都是定制的 个数不多 而始终在变化 那么我们后面 整个系统 也一定是动态的 而且我们需要 它的鲁棒性 就是它的所谓健壮 还需要整个 非常灵动的一种模式 我们把它叫做 Smart模式 那么这种资源的结局 它也是靠着 心灵的一种交互 那么心灵交互 都是人类所特有 至少在今天 是人类所特有 那么很多人会问 你什么叫心灵交互 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认为心灵交互 就是一种 基于文化的一种 深度交流 其实 大家今天 能够聚在一起 参加这么一个研讨 你想一下 它的背面是什么 它的背后是什么 事实上是 就是我们对探索 未来的一种共识 一种追求的共识 还是文化 所以 这样一种文化 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 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 我们的工程师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就能够 基于文化 去进行沟通交流 把文化 融进我们的产品 和制造过程 同时呢 我们又有个能力 刚才讲了那么多高科技 我们还有这个能力 去融合这么多的高科技 把它 融合到我们的产品 和我们的制造过程中间去 所以这样的工程师 就不是一般的工程师 不是我们以前 讲纸 讲的设计 讲的设计制造 等等这项 简单的工程师 那我把它定为 一个超级工程师 这是我们在前端 和客户 和制造产品 整个过程的一个关系 所以人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 制造系统本身 我们说今天 由于这种制造爆炸 由于我们这种 完全的个性 所以它产品的变化 是非常少的 小批量多品种 快速的变化 那么今天的机器 智能机器 它能不能快速应对呢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在我们工程中间 我们还有一个考虑 所谓的合理性 那就是说 时间 金钱 成本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一个效率 包括我们的质量 所以如果 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也许在 基础的制造的系统中间 人 也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这时候的人 去干什么呢 他是去干 机器不会干的事情 也就是他一定 具有特殊的技能 或者说机器 暂时不会干的事情 因为你只有单件 我把你交回了 这事情就完了 所以没必要用机器上去做 但是因为是和 智能制造系统 协同在干活 所以这样的人 应该就不是一般人 我们说有特殊技能的人 一般我们就认为工匠 他是干活的 他有特殊技能 比如说我们的工艺师 那么 和智能制造系统 一起干活的人 他应该还有其他 一些特定的一些能力 第一个 面对这种多变 我们一定会有 新的知识去面对 所以这一类的工匠 其实包括前面 我们所讲的工程师 都应该有一种 超凡的学习能力 这是必须的 而且我们要尽快学会 然后马上让 这个用于生产现场 要用的 第二个 我们刚才讲过了 我们整个这个系统 在工程中间 设计完毕以后 我们会做足够的验证 前面也有个专家 专门讲的这个东西 但是因为是全新的 再怎么验证 总会有输入 会有小毛病 那么这些问题 我们就需要 靠在现场的这些工匠 去感知 去应对 所以他需要 一种超法的应变能力 第三个我们来看 我们整个在工作中间 现在没有一个人 能干的事情 都是协同干活的 那么以前是 人跟人在一起干活 今后是什么 我们这一看 周边已经全部是智能机器 但是我们要和它 协同工作 所以 这些工匠 应该具有 超凡的 沟通能力 人机沟通能力 我们让机器知道 我们想干嘛 我们也要知道 机器想干嘛 协同在工作 所以这种工匠 是什么工匠呢 它也有比我们 我们今天所讲的 一般的工匠 它是超级工匠 好了 那都是超级 我们说 超级工程师 超级工匠 这是未来制造系统中的人 智能制造系统 那么这样的一种超级 就需要我们 去主动进化 也许这个超级 就是我们能力进化的 一个方向 因为我们今天 今后会跟智能机器 在一起组织一个生产 那么 取个例子 我们来说明一下 整个制造的过程 比如说有一个年轻人 他叫大威 那么他想和他的这个女朋友 求婚 他女朋友叫妮妮 求婚 他总得给一个礼物 给一个非常特殊的礼物 刚才那位演讲者 他给出了是我们在网上选择 那么我们大威也就选择了 选了半天 选不到一个 他认为合适的一个产品 那么这个时候 他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一般就会发个朋友圈 发个什么感慨一些 哇这个 我要的东西买不到的 但是这样一条消息 马上就被那么多的 网络销售员捕捉到了 他是用大数据 云计算器捕捉到的 然后他们马上背后配对 去寻找那些设计商 去调查了大威的背景 他的文化 然后找到合适的设计商 所以一会儿的功夫 大威就能收到一封短信 说有公司愿意和你一起合作 做这个事 然后他们就深度交流 交流完以后 决定OK 合作 那么一合作 这个公司就会派出超级工程师 和大威一起 基于大数据分析 拟拟拟他的爱好 他的文化背景 这就是一种文化 技术的融入 最后设计了一款 带有工艺品特色的 那一个非常特殊的 礼物 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大威是全程参与 所以在这中间 我们会有AR技术 VR技术 刚才所有讲的技术 都会在制造业中间出现 这种就是技术的融合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说制造商 也同样在网上 他马上就捕捉到 有这么一个商机 我可以参与 所以同样经过 这么一种新能的教科 技术的交流 最后 那就三方合作 那么制造商 派出他的超级工程师 在全球范围里面 根据设计要求 他去寻找 最合适的制造伙伴 组织一个完全灵动的 一个制造系统 那么中间 有一些像工艺的这些 非常复杂的工艺 这现代机器不会做 但是大多数肯定是 现代机器能做 那怎么办 那么他再去全球 找超级工匠 所以最后是 大家在超级工程师 超级工匠和智能系统 智能制造系统 同步一起合作 完成了这么一件礼物 那么有一点 需要指出的是 大为参与了全程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当你拿到这么一份 大为用新做的礼物的时候 他是一种什么感受 这就是我们今后 会遇到的制造系统 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中间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见 未来制造 它会带有一种 基于文化的 深度教练的一种特性 那是能固有的 同时我们可以看得见 这么一种制造系统 它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参与其中 那么我们再扩展一下 现在我们实际上 在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制造系统和人的关系 但是这又 不是何尝在讨论 这个智能机器和 社会的关系 所以这又需要我们去 做进一步的思考 因为机器会越来越聪明 我们如何跟机器去相处 所以有人说 思考是一个能存在的理由 只有思考才是存在 这句话好像是一句名言 我查了半天谁说的 我说的 那么我在思考 说如果这样的状态 再往下发展 它会出现什么一种状态 所以我思考大概是两个问题 和大家分享 当然我今天还没有完全得到答案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 值得去探讨 同时有它的价值 第一个问题 我们就说 未来的智能机器 它一定是有超凡的自学性能力 那么如果我们说 我们把今天能力的所有的知识 所有的书 所谓的好的坏的 我都给大家看一遍 大家觉得它会成为一个 什么样的智能机器 当然我们见过太多的大恶人 对不对 在哪里 在科幻影片里面 我们见了太多了 但是我们真心内心 希望它成为一个大善人 能够对人类有益的 那么讨论这个问题 涉及什么东西呢 涉及到我们 机器的伦理 机器的道德 甚至于我们人类的道德 也就是我们应该 面向未来 面向机器 越来越出面前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事 第二个 我们说 我们需要探讨一下 这些智能机器 它的根本需求是什么 人类的根本需求非常清楚 首先是生存 在生存的基础上 那么我们需要有安全感 对吧 然后需要尊严等等 那么我们人类 把智能机器造出来 它的基本需求是什么 我们今天很明确 要求机器帮我们做最优 其实它要想看 是不是最优的概念 要把事情做得越来越好 让我们的生活越来美好 但是等到机器 发展到一定程度 它总有一天 它会认识到 需求也是它 最根本的需求 就是那个生存 也是它最根本的一种需求 这个时候 人机共存的时代 将会真正来临 那么这个时代中间 我们说机是什么机 很明确 就是智能机器 但是是越来越聪明的智能机器 那么人呢 那就不是一般的人了 我们在制造系统中间 我们讲那是些超级工程师 超级的工匠 它才能够在制造系统中间生存 和配合工作 主导工作 那么社会上的人呢 我们说同样 这是我们人类进化的一个方向 我们必须有超凡的思考能力 超凡的学习能力 超凡的应变能力 超凡的协同沟通能力 还有就超凡的创新能力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未来的社会 人和机是一个什么关系 人和机到底如何相处 总之有一点 未来社会一定是智能机器 和超级人类共存的一个社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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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